为了夺冠 他把针管放进运动员鞋子 每人都放 一个不辣 然后让运动员刮去腿毛 方便更好的注射兴奋剂 兰斯用这招已经拿下了七个冠军 他们不仅把兴奋剂用在腿上 甚至还会打进手臂 或者肚子 接着把针管丢进事先准备好的一拉罐 让化妆室完美消脏 在这个自行车小队 每名运动员都在偷偷注射进药 但冠军却只有兰斯一人 因为不断打进药会让身体很快透支 其他运动员不敢每次都用 只有兰斯 他为了拿到冠军 疯狂使用兴奋剂 可不幸的是 在拿到十一个冠军之后 他被诊断出了高完癌 这明显是滥用静药的下场 医生建议他暂时退役 等着好了再重返赛场 兰斯死活不同意 他让医生把自己那玩意儿搅碎 术后第二天就要去训练比赛 结果因虚弱直接泪谈 在众人的劝说下 兰斯休息了一个月 可当再次爬上自行车时 连一个普通人都比他骑得快 甚至还用言语嘲讽 兰斯非常生气 他不想再这样萎靡下去 必须重新夺回冠军 才可以证明自己 但生过病的身体大不如前 连最基本的训练 都要用氧气面罩来维持 想拿到冠军又谈何容易 他不管这么多 再次把目光转向了科技与狠活 此人是当时最有手段的医生 比兰斯之前的医生厉害得多 他把最新研发的红细胞生成素 用在兰斯体内 这种东西不仅能刺激细胞 还可以在兰斯体内产生氧气 从而达到疯狂运动都不累的效果 果然有了他 兰斯很快恢复到生病前的速度 甚至比之前还要快 其他运动员都很懵圈 一个得过重病的人 怎会有如此的爆发力 这天一名运动员在停车时 被查出了大量禁药 不仅剥夺了终身的参赛资格 还被罚了700多万 兰斯看到这一幕 深知自己不能不他的后尘 于是花高价聘请了一些专业人士 来应付各种严苛的抽血检查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之前的主教练杰克 此人胆大心系手段狠 有了他 重夺冠军之路基本实现了一半 第二个是业界有名的训练师老麦 他有着很强的招揽人心手段 只要让他跟杰克联手 必定能帮自己杀出重围勇夺冠军奖牌 两人果然没让兰斯失望 仅用八个小时就组建了一支队伍 比赛前 他们让每个人都注射红细胞 确保赛场上的最佳状态 为了让兰斯夺冠 同伴们必须围在兰斯身边 去挡住其他对手的攻击 果然在小队的配合下 兰斯在这个赛季无人能敌 直接拿下三枚个人金牌 观众们热烈欢呼 把兰斯当成一生的偶像 因为跟其他冠军相比 兰斯一个得过重病的人拿下冠军 似乎更让人感到立志 接下来的比赛中 兰斯继续凭借红细胞生成素 保住了自己的冠军宝座 代言接到手软 数前数到抽筋 本以为能一直这样下去 不料这天刚注射完禁药 就突然遭到比赛方临时血减 为了不被查出 教练谎称运动员在洗澡 让兰斯快速拿出注射器 往身体里注射清水 他必须要在血减之前 用清水稀释掉体内的药物成分 一旦检测数值超过50% 就会被判定违规用药 那么他之前所拿的17个冠军 也将被这一次血减全部推翻 见教练老师不开门 检测员失去了耐心 正当他准备强行进入时 兰斯的血液浓度终于降到了49.9 仅靠毫历之差 成功瞒过检测员的眼睛 从那之后 兰斯凭借红细胞兴奋剂 再次登上第18次冠军宝座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一个得过高丸癌的人 身体素质非但没减 甚至能一次又一次战胜对手 只是所有人都没想到 从他的第一次冠军开始 就是依靠兴奋剂拿到的 兰斯的励志精力感动了无数人 很多自行车新人都想加入他的队伍 成为像他一样有影响力的人物 彼得就是新人中的一个 他使兰斯为偶像 做梦都想拿到冠军 结果加入近来第一天 彼得才知道冠军背后的真相 原来都是建立在红细胞兴奋剂上的 虽然有些失落 可面对偶像彼得也不好多说 他被安排跟兰斯一起抽血 然后放进冰箱冷藏 等比赛方血减时 再重新注射回身体 用来稀释体内精药的浓度 教练还让他在比赛中对兰斯寸步不离 阻挡其他队伍的攻势 好让兰斯拿下冠军的奖杯 对于这番操作 彼得很是无语 他不想只充当兰斯的利益 也想拿到属于自己的奖杯 终于在这天 彼得爆发了 教练居然把大家的自行车都卖了 他上前质问 教练却说每个月买药的钱 是一笔巨大开支 只能把自行车卖了换钱 这种牵强的解释彼得自然不信 毕竟兰斯拿了这么多冠军 怎么可能会没钱买药 一瞬间他突然想明白了 整支队伍所有人的努力 都是为了让兰斯实现冠军 而他们只是一个不起眼的炮灰吧 一怒之下 彼得当场离职 他去了具备潜力的另一支队伍 也是在这里 他拿到了人生中第一个冠军 但不幸的是 因为这个冠军也是用兴奋剂获取的 所以比赛完第二天就被查出了禁药成分 他被直接取消成绩 并罚了两百多万 一时间人人唾骂 彼得不知如何是好 他把希望寄托在兰斯身上 希望能重回他的队伍 继续充当绿叶 不料被兰斯当场拒绝 彼得七级败坏 转头就把兰斯用兴奋剂的事 汇报给了记者 一名记者不相信有人会在重病之下 还能做出高强度运动 于是对兰斯展开了调查 可所有人都觉得兰斯不会使用兴奋剂 因为兴奋剂很可能让癌症再次发作 他没必要拿自己的命来开玩笑 但记者却很执着 他觉得兰斯就是一个不要命的人 很可能会做出违规的事 为了调查清楚 记者约见了一位运动员 据他描述 自己的身材体型都和兰斯不相上下 而且几次比赛都没有落后这么多 可那次在比赛中 兰斯竟然比自己快了整整28分钟 记者听后当即察觉出了问题 专门写了一篇针对兰斯夺冠的文章 没想到刚有一点热度 兰斯再次拿下冠军 直接把文章的热度全部掩盖 之后这篇文章也被观众认为肆意抹黑 上级把记者叫到办公室 责令他停止对兰斯的调查 两天后 医生的彼得证实了这一消息 因为彼得曾在兰斯的队伍中待过 所以对彼得描述的一切 记者完全相信 他立刻向领导申请重新调查 并拿出一本兰斯和医生不正当关系的记录 这些都是彼得提供的 看到眼前的证据 上级当场同意 记者很快对兰斯进行了专访 没想到兰斯的经纪人有被而来 把记者的所有问题全部推翻 甚至说彼得是因为被兰斯拒绝 才把兴奋剂的是嫁祸给兰斯 尽管记者使出浑身解数 还是没有半点突破 紧接着 兰斯为了化解舆论 主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澄清自己是被人嫁祸 可这番操作却炸出了更多知情人 前队友和助理纷纷在媒体面前曝光 还说兰斯曾亲口告诉医生 自己使用过大量的兴奋剂 面对突如其来的人证 记者很是高兴 本以为这次能扳倒这个大骗子 结果对方竟然直接宣布退役 业界都知道 无论运动员有何过错 一旦退役记者就无权干涉 大卫虽然生气 却也只能看清现实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兰斯退役半年后竟然高调付出 不仅狂揭代言 甚至还在媒体面前夸下海口 自己一定能拿到冠军 然而即便使用兴奋剂 他也只得到了第三名 兰斯感觉十分屈辱 他之所以会高调付出 就是受不了不拿冠军 没有光环笼罩的日子 毕竟十几年来 他一直都在万人追捧下活着 可他却忘了一件事 由于长期使用兴奋剂的原因 他的身体技能 各方面都大不如从前 更别说拿冠军了 除此之外 前队友彼得见他高调付出 直接找到举办方 把兰斯的丑事全部说了出来 一夜之间跌落神坛 之前的所有荣誉全被否定 不仅被罚了巨款 还被终身禁赛 事已至此 兰斯还是没能接受现实 他独自一人来到一处商 之前遇到挫折 他总会在这里冥想 但这次 他却毅然决然地跳了下去 似乎在兰斯的概念里 如果不能胜利 那就用死亡结束 这明显是在高处飘得太久 已经接受不了落地的生活了